大家好 土菜土豆的真果 我今天要做一个干扁的花菜 这个花菜我觉得除了把它做了泡菜好吃的话 做干扁也很好吃 当然烤了也很好吃 但是有我的口味呢 我是贵州人嘛 所以说喜欢吃稍微火气壮一点的菜 那这个干扁的话呢 也不是炸也不是煮 我在家里面做的也比较受欢迎 今天再做一次这个干扁包菜 下面就把这个包菜来切碎 不是切碎是切成小块 切成这么大的小块就行 这个已经把它洗了控干的水分 然后还有辣椒干辣椒大蒜苗 现在就去炒的部分 热锅冷油 放一点点油就行 盖上盖子稍微焖一下 把它焖焖久焖酒焖久它就软了 焖个两分钟就行 好烤 我是关的是 随于是小火 调的是比较中小火 来把它翻开 就是要把这个水去捡干 然后再焖一下 差不多了 炸一炸 有没有里面有没有熟透 脆脆的匀熟了 那现在就把它换一个锅子 换一个锅子来炒辣椒 放姜片上去 大蒜放入 好 现在我放点豆瓣酱 放点豆瓣酱把它剪炒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要加一点点水 要炒一点汁出来 等一下这个汁才能够扁到花菜上面 如果这豆瓣酱非常咸 我就不另外放盐了 这个豆瓣酱里面的包菜上里面 翻炒一下 这个水还是不够 我怕它入味不进 我还再放一点点水 火开到最大 把它火再开大一点 把这个水分稍微收干一点 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好了 干扁花菜就做好了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可是没有花椒 如果有花椒的话 我就炒辣椒的时候 我就会放点花椒 马甘巴也可以 用老甘巴酱来带 这个豆瓣酱会更好吃 好 干扁花菜就做好了 感谢观看 好 优优